它是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轰炸机 它巨大迅捷还威力无穷 它的专长就是距离 它至今仍然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的主力 它就是具有同温层堡垒之称的B-52轰炸机 B-52旨在运载美国空军最危险的核弹装备 这种70年历史的轰炸机比美国其他任何军机都要历史悠久 美国空军预算让B-52一路服役至2050年 这使得服役时间最终会高达90年 美军愿意让B-52继续服役的另一个原因 是B-52还是美国战略轰炸机中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唯一型号 今天咱们就通过深度探寻B-52的研发背景历程 来看看它到底强大在哪里 B-52是军机中的一代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引领着美国各大军事作战行动 整个机身长约48米 高约12米 单只机翼的面积就达到372平方米 它是美国空军历史上最大的轰炸机之一 B-52的最大优势一直是其武器的承载能力 建造它的目的就是承载美国空军武器库中任何类型的武器 每个机翼承载9枚导弹 地雷 智能激光制导炸弹 内部还能再容纳27枚武器 以及8枚核巡航导弹 这个庞然大物几乎可以承载大量不同类型的武器 其承载武器的重量高达6.4吨 空军兵工厂的任何军机都无法与之匹敌 其他军机执行任务可能需要往返多次 而B-52只要一次就行 2003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军进入伊拉克战场 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萨达姆集团 萨达姆的部队向联军发射了不低于1000枚地对空导弹 此时只有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导弹基地 因此美国空军派出了他们最可靠的B-52轰炸机 在伊拉克战场 问题可能不在于B-52的承载能力 而在于它的精确打击能力 时间来到2003年4月 位于英格兰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 两架B-52轰炸机正在停机平等候 莫里斯上校有着超过25年的B-52飞行经验 他需要驾驶这架飞机执行本次任务 人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密集人口 因为自越南战争以来 B-52这个大家伙一直被公认为是精确度低和商机无辜的轰炸机 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中 莫里斯及其队员决心为B-52洗牌 上午7点 莫里斯驾驶的B-52飞往伊拉克 此时具体目标他还不知道 因为通常是到达目标地点后任务才被指配 当机组人员接近伊拉克边境时 他们收到指挥控制中心致电 提克里特交外有个敌方雷达设施 B-52今天的任务就是奉命摧毁它 唯一的问题在于雷达周围遍布其他建筑物 必须保证目标被精准摧毁而不能伤及周边建筑 这对于莫里斯团队来说挑战不小 好在他们的B-52全新升级了瞄准吊舱 美军把这款业内最先进的瞄准吊舱用在最老的机身上 他提供了目标区域的高分辨率红外图像 飞行员得以定位超过16公里的目标 即使在12000米的高空仍能瞄准并发射武器 然后领航员利用吊舱让激光制导炸弹瞄准 此时他手里这个综合轨迹手柄还能调整武器位置 很快飞机来到提克里特交外48公里处 莫里斯上校的B-52在搜寻着敌军雷达 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目标区域 也能看到单独建筑 还能看到街道上行驶的汽车 此时飞行员用激光定位目标并锁定 然后放下炸弹 炸弹坠地用11分钟 此时领航员专注于保持目标吊舱稳定 当看到炸弹精准命中并爆炸后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至此他们终于证明B-52可以做到与其他轰炸机一样精确 精确轰炸是全新的空中战术 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全新战争 二战中自从美国利用B-29轰炸机 在日本投放了人类历史上首枚核弹后 从此核武器成为战略轰炸机武器库中的一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任务也从战场轰炸变成了战略威慑 而战略轰炸机又是如何装载核武器 如何将其送到敌方上空 在当时有两个或四个发动机的喷气式军机都是极大的突破 而B-52配备了八个普拉特惠特尼TF-33发动机 共计61689公斤推力 得益于八个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架8.4吨重的野兽时速可达966公里 发动机给它动力 机翼让它更大 56米长的机翼有增加胜利的余地 支持超过10个小时的直飞 它也是首批配有略意设计的军机之一 向后35度的独特异形让B-52飞行时呈流线型 但是这架轰炸机不只是外形巨大 机内还有双层驾驶舱 它的机组人数也与众不同 分别是前排两名飞行员 下层有两名领航员 后面还有一名电子战军官 由于B-52执行的任务多种多样 所以机组人员坐满了整个驾驶舱 五人驾驶舱让效率实现最大化 1945年8月 美军B-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放人类历史上的首枚核弹 三天后又再长期投放了一个 结果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格局 如今的战争实际上能用仅仅一枚核弹来决定输赢 工程师们努力开发更沉更强的弹头 但是空军的轰炸机跟不上炸弹研发的速度 B-29是依赖近海军事基地 而且一旦发射武器后甚至飞不回基地 因此美国空军需要建造一架能够飞离美国的远程轰炸机 它要有能力进入敌方领土进行投弹 然后还能迅速返回美国 1946年2月 马丁、肯威尔和波音三家公司进行竞标 军方要求军机时速为483公里 8047公里的战斗半径 配备536公斤核弹头 工程师们竭尽全力进行研发 刚开始的雏形要么没有可靠射程 要么太沉没有敌人快 轰炸机的发展历程向来都是有着速度 装备和射程三大挑战 其中一项得到满足 另一项可能就要减分 此时正是美苏冷战的关键时期 美国必须迅速取得研制进展才能占据上风 因为苏联也在同一时间做着同一件事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 谁能率先让军机配备核弹 1948年波音公司承办新空军轰炸机的开发 四年后的华盛顿州西雅图 这架新军机正式面试 在波音机场 YB-52缓慢的滑行道跑道 当这架庞然大物成功起飞时人群开始欢呼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它就完成了升空 YB-52的试飞持续了三小时八分钟 这是史上最长的首飞 它展示了美国对苏联打击能力的巨大提升 很快苏联人注意到美国空军的这架全新武器 并迅速开展反击行动 几个月后 图伯列夫熊士轰炸机就在苏联亮相 图伯列夫推球五熊士轰炸机 它能直接飞到美国本土 也能配载核武器 随着它的出现 两个国家的军事打击能力有部分伯仲了 美国当然想要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上风 于是空军的科蒂斯·李梅将军登场 他提出让B-52成为携带核武器的主力 1956年5月21日的《比基尼环礁》 代号为切诺基的试验中 B-52投放3447公斤的马克15氢弹 爆炸威力达到3.8兆吨 核云高28.6千米 它的威力几乎是二战时在长期投放核弹的200倍 李梅将军通过试验展示了美军火力 下一步他的计划是让苏联知道美军还能运载这种火力 1957年1月 他让三架B-52满世界直飞 李梅希望这次任务证明B-52无与伦比的航程 这次飞行很成功 但李梅将军觉得光展示还不够 他想让B-52永久巡逻 1960年他开启了全新的核威慑项目 他让B-52和载核弹头飞到苏联的家门口每日例行 各远顶行动由此展开 有着同温层堡垒之称的美国B-52轰炸机 为何又背负着地毯式轰炸的恶名 当美苏争霸还在如火如荼时 空中加油使得B-52能昼夜不停地盘旋于苏联边界 不再巡逻的机组人员也是全天候警戒 他们会在美国的各个基地里严阵以待 但是随着飞行次数的增加 B-52事故的几率也在增加 1961年的北卡罗来纳州戈尔兹伯勒 一架载有24吨级核弹的B-52因在半空泄露燃料而坠毁 这次事故导致B-52里装载的氢弹坠地 好在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这次坠地发生在其他国家边境并发生核弹爆炸 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但是当局选择无视这次坠机事件 各原顶行动仍然全力进行 终于在1966年 一架全副武装的B-52轰炸机在西班牙与加油机相撞 这架军机及其四枚核弹撞上了毫无防备的盟友 这场灾难危及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其中三枚炸弹坠地 一枚落入地中海附近 1968年另一架B-52坠毁 这一次发生在格陵兰岛 核碎片蔓延了7.7平方公里 至此美国军方终于终止了利用B-52承载核弹威慑苏联的行动 和威慑刚一结束 B-52就开始了全新的任务 1968年美国深入越南的空中战役 这场战役被称为胡光 B-52是美国空军主力 它执行了发射无核铁炸弹的常规任务 这也是B-52第一次投入真正的战场 很快这些庞然大物就展示了它的威力 一年中 B-52平均每月投放8000吨炸弹 很快赢得了地毯式轰炸机的名声 此时苏联的地对空导弹技术迅速增强 导弹的雷达探测距离可达29公里 而B-52的最大高度仅为14公里 这瞬间让B-52成为瓮中之鳖 至此美国空军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要么设法保护B-52对抗这种威胁 要么彻底放弃它 于是美国空军开始了名为 锚定漫步者的项目 B-52安装了全新的电子对抗系统 全新的硬件旨在干扰敌军导弹雷达信号 使B-52无从追踪 1972年12月北约和美国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 尼克松总统下令了代号为后卫二号的空袭 以推动谈判继续 这次B-52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B-52机组人员为即将到来的任务摩拳擦掌 这是测试B-52全新升级后的好机会 一切都取决于新增加的机组人员电子战军官 B-52通过发射干扰信号可以屏蔽或干扰敌军雷达 一旦成功干扰对方能让B-52无从追踪 但是不成功就会让B-52成为敌人的火靶子 很快超100架全副武装的B-52滑行到跑道上 这次行动分为三波进攻 他们沿着同一路线飞行就不会撞到自己人 但是这样也有点像在设计场成牌的火靶子 距离空头区10分钟距离时 他们发现了北越的米格战斗机 实际上这些米格飞机是在试图取得B-52的信号 然后将位置信息发射给地面导弹部队 于是电子对抗就成为空气象棋博弈 很快B-52的电子干扰取得成效 对方没有导弹能定位跟踪这些军机 此次行动B-52投放了108颗炸弹 然后迅速以60度倾斜飞行进行撤离 虽然在接下来的10天里有15架B-52被击落 但是这次任务成功率惊人 他们在北越投入15000吨弹药 成功躲避萨姆导弹袭击1200次 这是B-52实战任务的巨大胜利 越南战争中证明了B-52的系统作战能力 但是B-52刚一回到美国就面临着另一个威胁 美军决心将其服役到2050年的B-52轰炸机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差点被淘汰 作为美国空军战略核心力量 更是美国军队里神话一般的武器 B-52的炸弹载荷已经达到了30吨 并且可以搭载多种微型的武器 包括核武器、常规炸弹、导弹等等 因此可以在多个场合下使用 它的袭击距离也相当惊人 一架B-52可以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覆盖15000公里以上的距离 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作战 但是1974年 美国空军首次亮相全新的轰炸机罗克维尔B-1A 这就意味着B-52等主要战略系统正被迅速取代 罗克维尔B-1专为抗击先进的苏联防御系统而设计 可调机翼增加了速度 使其能在苏联雷达下低空高速飞行 拥有三个单独弹舱 核武配备大过B-52 它的唯一缺点就是成本过高 在当时一架飞机就要10200万美元 于是吉米·卡特在总统竞选期间觉得成本高昂并主张消掉此项目 而吉拉尔德福特总统希望开发B-1轰炸机 让B-52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所以B-52的命运全部掌握在当时这一件美国总统选举 结果是吉米·卡特赢得大选 B-1轰炸机项目被取消 而B-52得以获得新生 1982年美国空军将旋转发射装置 装载上最新武器AMG-86巡航导弹 由2414公里射程 到此B-52有能力轰炸全球任何地方 时间来到1990年1月16日 位于路易斯安纳的巴克斯达尔空军基地 B-52机组人员已备好军机 他们要执行的正是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 此次任务B-52要摧毁敌军的通讯 雷达以及空防设施 这使得战斗机飞行员能够加入并执行任务 若成功B-52将飞行22530公里 历时超34个半小时 这也是它最长的作战飞行任务 这个任务还将创下另一项记录 那就是AGM-86C巡航导弹的首次参战 导弹使得轰炸机可从1600公里以外 打击敌军的雷达 因此B-52处于伊拉克的地空导弹射程外 罗米诺上尉和机组在黎明时分 从路易斯安纳起飞 在这次任务中这架军机有了伪装 飞行控制站重编了雷达反射信号 地面人员会以为这是一架普通的军机 全体机组平稳飞行9个小时 在地中海上空与加油机碰面进行空中加油 在这次行动中B-52出几近2000次 投放超过32吨的武器 运载约25000吨军火 2001年的阿富汗永久自由行动 由于战斗机飞行时间和武器负载有限 难以向地面部队提供长期支援 于是强大的B-52再次升空 B-52弹舱载有27颗重力炸弹 破坏力足以超过一公里 自此它又实现了一次近距离打击地面移动目标的胜利 60多年后的今天 B-52同温层堡垒依然是美国空军的顶级力量之一 2015年的8月 波音公司再次收到了价值4600万美元的合同 让老旧的B-52轰炸机实现数字化 虽然美国空军有更新更先进的轰炸机 但是B-52似乎还没有到达退休的年纪 它还能再战于蓝天白云之间 2022年10月美国波音公司发布了B-52战略轰炸机改进升级版的完整形象 更换了罗罗公司F130涡扇发动机以及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可视为全新的改进版 这款轰炸机很有可能被命名为B-52J或者是B-52K B-52轰炸机从1955年开始服役 现役的B-52H从1961年开始服役 距禁已经60多年 而此次升级版B-52战略轰炸机的亮相 预示着其获得更光滑与更具科技性的外观 很可能服役到2050年 好了这就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的B-52轰炸机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